2018年,BBC就製作了一條紀錄片 《The Flue Dead, Kill Dead, Fifteen Million》 港台電視亦早前買了它的版權 譯名為《流感奪命五千萬》 這條紀錄片透過過案重組和目擊者 將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慘況呈現在觀眾眼前 102年前的西班牙流感 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半年三月 源頭位於美國在薩斯州福士頓軍營 大約有5萬6千個新兵劑用在營房裏面 短短三個星期就有過千人受到感染 然後也是因為戰爭跨越了大西洋駛在歐洲大陸 令到法國、中國、西班牙和英國 都發生同樣的流感個案 當時地球人口只有17億 而其中5億人就受到感染 是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數字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更多 經過兩年艱辛的抗疫之後 病毒去到1920年才消失 另外其實西班牙流感的源頭 並不是在西班牙 而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的國家 對傳媒都有嚴格的管制 只有中立的西班牙才會公開報道流感 而令到大眾都有錯覺 認為流感是在西班牙傳出的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